大家好 我是杨风 欢迎收看本期美股报信 这一期是针对2018年10月3号4号 也就是本周的星期三星期四的美股报信 自从美股报信开播以来 在过去约有三个星期六个节目的制作 我们对散户做一个用基本面的分析 浮以现行的方式来分析和探讨一些股市 还有类股他们的走势和可能的发展 并对大盘做一个判断和预测 今天我们就来检验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六档的节目里面 我们的成果如何 我们的预测判断是否正确 如果您检验过去六档的节目视频 你会发觉我们在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正确了 我们的判断和预测都对了 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我们也就不说 我们只说我们认为可能的发展 我们做一个判断 各位朋友可以回到过去 再看前面的六期来检验我们的说法 在来检验之前 我要先声明一下 刚刚有提到我们是以基本面 来为主要的一个分析和探讨工具 服务以技术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散户都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能力 能够全面的学习这些现行技术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 今天在全球 我们就以美国来讲 有许多的基金公司 许多的基金经理人 这些基金经理人 有哪一个他不懂的现行的 都懂 但是我们看看 在过去 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中期 大约20年的光景 是基金公司最辉煌的时代 我个人在过去 曾经在1980年代末期 那时候在做软件的时候 曾经给一家公司叫NASDAB.com 这家公司它在华盛顿DC地区 还有他们的研发部门 是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 在那一边 我个人有给他曾经做过一个 短暂的短期的 high level的consulting 当时之所以会跟NASDAB.com合作 是因为说他们的软件伺服器太慢了 在当年 如果你打一个股票的代号 比如说 英戴尔、Intel、Intel、Intel、Microsoft、MSFT 你把他打进去之后 至少要2秒 通常会3、4秒 他搜寻结果才会回报回来 这个速度在当时是不可接受的 太慢了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但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重点 重点最主要是说 当时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知道美国的基金公司有上千家 而这下上千家的基金经理人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1990年代 也就是他们最辉煌时代的时候 一整年当中 只有20%的基金公司经理人 他们能够打败大盘 也就是打败Stamp 500的指数 今年基金经理人打败了他的指数是前20年 但明年就未必了 所以就算是基金经理人 他们的表现多半将近八成 都是比不上大盘的 那也不如你买一个ETF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只是一个证明 就说现行这个分析呢 是一个工具 但是不能够全部依赖 因为所有的基金经理人 都是现行技术的高手 而对于散户而言 真的 你只要能够稍微理解一下 所谓的基本面是怎么去看 我们接下来就来检验 过去的六期的节目中 我们对趋势的判断 今天有个消息是JP Morgan 他发出了 他要对中国的股票 也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要全面的降级 因为他预测 美中贸易战会全面的开打 这对中概股会有影响 我们以前曾经有个视频 就说川普一个箱子 就让中国的金融股市 就应声而倒 请各位朋友回去参考那个消息 贸易战开打以来 的确美中两国 美国跟中国的股市的走势 完全是阴阳两格 我们说阴阳两格 这个不太恰当 就是美国的股市一路走高 并且创新高 三大指数都创新高 但是中国的股市一跌 跌了将近三成 那前两个星期 我们在节目中一再的说 由于美中贸易战升级 这么庞大的数字 美国对中国总共250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 要加征关税 而中国也反击 针对美国110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 加征关税 这么庞大的金额 不可能会没有影响 那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 就是说在网路上 有一些自媒体 甚至有些大V级的视频的主播 他们曾经有一些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是说 中美贸易战要升级了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美中贸易战其实是就要结束了 他们不会打那么久 个人是针对这个说法保留 认为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有点浮夸 不能说不负责任 但是他的推理跟分析 的确是不够缜密 我们以后会在系列节目中 会对这个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我们接下来再检验一下 在过去我们有讲 放马这六支股票 也就是Facebook Amazon Netflix Google Microsoft 还有Apple 在节目里面有说到 个人是把Amazon Apple 还有Microsoft 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重点 也是个人的主要操作重点 我们看看 当时对Apple是说 在三个星期前 因为 Apple要发布星期 它会有一波的涨幅 那几天涨幅 但是星期发布之后 它可能就回归正常 结果我们的判断也是正确了 那后来Apple在前一个星期 和这个星期的就是周一周二周三 它的表现都还不错 涨破了两百三十块 我们星期四的走势 今天股市大跌 我们暂且先不谈 我们待会再谈到 另外 Microsoft委婉 在前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还特别的提到 有人觉得说 Microsoft这一支股票 应该说 用英文说是sloppy 应该是这么庞大的市值 而且又是卖 以前个人卖个人电脑的 应该是涨不动了 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提过 就说 微软 它在PC工业 还有PC上的持股器 和个人电脑上面的软件 它的销售依然是还好 虽然是增幅缓慢 但是它维持它的基本面 但是微软 现在它把它的重点 放在云端上 因为微软有庞大的 个人用户群 所以它很容易的 就将以前的客户 转移到云端上 我们现在很多公司 行号都是用 Microsoft的365 就是在云端的 Office办公室软件 加上它的资料 数据库的持股器 Database SQL Server 等等 还有它的Mail 所以微软在云端的发展 不下于Amazon 甚至于上一季度 还超过了Amazon 所以在这方面 因为它基本营收稳定 它的云端发展的趋势也很好 所以我们认为 是把Microsoft微软 放在我们的重点 三大重点 三个三大重点 股票之一 至于Amazon 当时是预测 Amazon在走了一波 冲上万点的高峰之后 它就回头会震荡 在前两天 这个本周的时候 它又涨破了2000块钱 但是在昨天还有今天的时候 它是走了一个回调的路线 当时是说 Amazon因为它在震荡 所以在低位的时候 这种补进 如果不如预期 我个人就是卖 Cover Code 或卖加倍的Core Spread 这方面因为 齐全的关系 很多人 散户 它不做 所以 我们不做深入的探讨 这只是说明它一个方法 另外 对于Facebook 脸书还有推特 我们也做了预测 就说因为 由于它有个基本面的问题 就是对用户隐私的问题 政府正在调查 所以它的反应会不如 表现不会那么好 Google同时也是一样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概股 中概股 BATJ 我们这六档期末里面 我们怎么说 我们说 第一个 我们说京东 它当初在前两个星期 回涨的时候 从25块多涨到将近28块 当时涨了两三天 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说到 认为 京东的股票的涨幅 不可持续 就是unsustainable 因为它有基本面上的问题 结果它在讲完之后 它立刻就跌 一路就是下滑的去世 现在是 昨天是在25块 今天是已经跌破24 跌破25 在24块 那对于阿里巴巴 我们也是做这样的判断 因为在中国 有三大电子商务公司 阿里巴巴 第一个 第二就是京东 第三个 就是现在正流行的 拼多多 代号是PDD 我们当时有说 因为三强竞争的格局 所以对他们的营收 尤其是获利方面 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阿里巴巴的股票 在股价 在这三个星期的走势 也不怎么好 我们再来看看 NIO 位于上海的未来汽车 当然我们来看看 它的图 拼多多 他在刚上市的时候 是9月12号 上市第一天 他涨了一些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大涨 但在第三天 就是周五的时候 早上涨 后来过了一个中午 就回跌 当时在周五的 那一周的回顾里面 有特别的提到 NIO这个未来汽车 如果他涨不上去 那接下来就会盘整 是一个震荡期 为什么盘整 因为盘整是为了要决定 他是要接下去要上升 还是往下走 我们都说股价嘛 股票 它的股价走势 其实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如果故事讲得好 让大家觉得憧憬 那么他就会持续上涨 就是有梦 有梦可以做 而当时 未来汽车上市的时候 市场的定位是说 他是中国的Tesla 给他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梦 所以头两天 大涨又是第二天的时候 当时我也做了一些短线的操作 但在离第二天 还有第三天 就全部卖掉了 因为觉得不可操作 不认为说 他真的是一场梦 我们的判断也是对了 我们接下来看看 百度 百度 前一期有说 他在回升的时候 涨破了230块 但是要注意 这时候可能是一个跌升反弹 他可能是一个糖衣毒药 所以 就是不要轻易加码 结果后来他就回跌了 当天他就 一度涨到230 后来就回跌 跌破230 变成228收盘 最后也是一路往下跌 我们在前几期有讲到京东的时候 我们特别有一个主题 就是说 当股市股票跌升反弹的时候 要小心 这可能是一个糖衣毒药 是一个陷阱 对京东来讲也是如此 那百度 他也是这样的情况出现 而对于国债 美国国库战线 我们的讲法是更有意义 在前几集的节目中 我们一再的提到说 自从8月24号以来 美国国债价格一路下跌 8月24号 那还在我们做节目之前 因为他一路走跌 我们特别的提到 如果跌的时间长了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最好的现象是说 国债跟股市一起涨 当然国债 当他价格一路走低的时候 有好几种情况 可能是外国在卖 也有可能是本国的人 投资人 看空未来国库债券的走势 或者是期待利率会上涨 而利率上涨 对股市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还要看其他的情况 国库债券在上周三的时候 上周有一个反弹 尤其在上周三的时候 当联准会宣布 要升级一马的时候 因为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上周三国库债券价格 是上涨的 但是到了 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 维持一个平盘的局面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 也有讲到说 接下来国库债券价格的走势 我们要保持观察 在上一期节目 我们有提到 在这个星期一 就是前几天周一的时候 因为国库债券 它涨不上去 它开始下跌 我个人是趁这个机会 认为说 它没有办法再涨上去 所以当场就加码了 麦克文部位 在节目中 有提到说 加码是差不多三成多 四成这样子 很不幸的 到了第二天 国库债券涨了 是不是去判断错了 并没有 在星期三的时候 国库债券有大跌 就是昨天的时候 国库债券价格大跌 接下来 是今天的时候 依然是下跌 那不仅如此 今天还由于 在亚洲股市 有这么个消息 就说 在美国时间的 昨天的晚上 跟半夜的时候 亚洲股市大跌 因为有传出个消息 CNN放出一个消息 说美军将会在台湾海峡 做一个军事演习 为大约一周 一个星期的军事演习 这是针对中国 在南海 还有东海方面的 它的军事行动 一个反击 并且一个警告 因为这个消息 昨天亚洲股市 全面下跌 那今天也拖累了 美国的股市的走势 并且特别是说 现在是因为是 美国股市高档的时候 一有风吹草动 当然就引起卖压 这个证据就是说 其实美国股市 今天开盘的时候 跌幅并没有那么大的 包括亚马逊 Amazon 它今天开盘的时候 还是上涨的 但是没过多久 大概十分钟 十五分钟 它就往下走了 我个人呢 当然是一开盘 就二话不说 就赶快加码 卖一些call spread 就是把损失 能够弥补一些回来 所以对我们的 过去的判断 我们六党节目的 判断和预测 大家有兴趣 真的可以回去 再回头再看一看 我们在这里 也再次的声明 我们节目的对象 是针对散户 因为散户 它对信息 有一个弱势 并且散户 也不可能做 收集太多的资料 也不可能做很多 现行技术的分析 所以我们是针对散户 我们将我们的经验 将我们一些判断 来说出来 但是我们任何的说法 都不是让朋友们 您作为一个买卖进出的参考 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分析 提供一个思维的模式 我们这个思维的模式 我们将个人的经验分享出来 你看到我们个人的经验 你可以参考说 如果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思维 比如说对国库债券 比如说对于跌生反弹的股票 是不是糖衣毒药 要做一个思考 把这些警讯放在你面前 当你在做判断 在做分析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我们是这个目的 另外要提醒各位 11月6号是美国期中选举 现在也差不多只剩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要把这个日期记得 另外呢 今天是10月4号 下个礼拜就开始 是美国上市公司的 第三季度报告开始的时候 这道理是说 季度报告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肯定是美国股市大跌 因为现在是在高档的时候 如果上市公司 季度报告不好的话 那就会拖累大事 会往下跌的 我们也不敢说跌多少 在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 我们不断地提到说 美中贸易战升级 这么庞大的数字和金额 不可能对股市会没有影响 我们也多次地提到说 这几个星期以来 美国国库债券的价格的下跌 也就是美国国库债券的殖利率 不断地攀升 这对股市是一个警讯 我们有提醒投资人要当心 要注意这种情况 果然今天10月4号 美国三大股指大幅的下跌 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两个因素 也证明说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的分析推理的话 请您务必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